我父亲正在安排 我们两家的婚事 你和沈芳的 你怎么想 叫我来就是要问这个 我必须知道你的决定 毕竟沈芳曾经不辞而别 对你和你们家都不合 那件事我不想了 况且你帮了我家很多 那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现在谈的是你的终身大事 也许我父亲的安排 对你并不合适 我听你的 爸 您怎么不上屋里啊 外头多凉啊 我没事 哪有那么娇鬼啊 来 来 喝点水 来 喝点水 爸 我觉得您还是去住院吧 您的身子骨 应该好好调理一下 我哪儿都不去 毕君啊 你看 这座房子啊 是我和你妈妈一起生活过的 好不容易从重庆回来了 我只想在这儿多住些时间 等我住够了 咱们再去医院吧 可是 你 你别担心我了 我自己的身子 我自己最清楚了 暂时 还死不了 宾宾 我还要等着看你 结婚生子呢 爸 今天 沈家人提出 让我尽快和沈芳结婚 你 好啊 你如果能早日呢 把这婚事给解决了 我这心里头的石头啊 也就落下了 好 好啊 你既然回来了 那家里对你的安排 你听还是不听 您说的是我和姚碧君的婚事吧 我答应了 其余的还有什么 你们定 你答应你的婚事了 是的 好 答应就好 来 多吃点 抗战刚刚胜利 眼下国民政府问题重重 你们俩兄弟都在党内任职 我希望能通过你们俩兄弟的努力 我希望能通过你们两兄弟的努力 能让国民政府有所改变 我年龄也大了 就你们这两个儿子 你大嫂不姓早逝 你大哥又一直没娶 咱们沈家 不能就这么断了香火 你怎么得也得给我抱个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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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我走了 也好没什么遗憾 老爷子 您说哪儿的话 您至少还能再活五十年 早着呢 瞧你说 来 沈凌 咱俩碰一杯 你还年轻 应该再讨个老婆 好好过日子 父亲提这些干什么 陈范回来了 又答应了婚事 应该先把她的喜事罢了 你妈走得早 要是她还在 我想 她也不想看到你一个人生活 吃啊 怎么 没有想到 我今天会带你来这儿登记结婚吗 是匆忙了一点 不过早晚要办的事情 那就趁早办了 借他还行 你真的这么想吗 走 有点 然后还要在场上 你才能干什么 你真的这么想吗 真的皆大欢喜 那你几年前 何必非要离家出走 今时不同往日 而且 现在这个样子 我也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 没想到你居然那么听我父亲 和我哥的话 看来 我是娶了一位好太太 好了 从现在起 我就是你的丈夫了 你以后要听我的 当然 我绝对不会简简单单地娶了你 沈家会把婚事 办得风风光光 你要去哪儿 我开车送你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走 这几天 我父亲身体不好 我得照顾他 所以等你风风光光地娶了我 再来接我吧 我认为我 我认为你 我什么时候 就不想打开 我闹了你 我会带你 你 你 我